走进杨先生家 噪声有点大 他说一墙之隔的邻居家在装修 现在是用那个 应该是用那个切割机切墙的声音 很刺啊 杨先生说 邻居在隔壁单元 二手房买进不久 2月14号开始装修 几天后 他发现自家卫生间的瓷砖有裂缝 特别明显 就开裂的地方特别多 从这个地方位置 一直开裂到那个顶上 还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开裂 从这里开裂到下面 他是打那个沉重墙 敲那个沉重墙的时候震动 就是把我的那个就震裂了 瓷砖那个震裂了 这里也有一点点那个裂痕 杨先生表示 因为装修震动过大 卫生间三面墙上的瓷砖都陆续出现了裂纹 形状不规则 多数为纵向 长的有一米左右 我们家之前没有这么多裂纹的 就是他装修之后 这几天敲墙 砸墙那个就出现这么多裂纹 这几天 杨先生发现卧室墙壁粉刷层也有裂纹 仔细看裂缝位置的墙皮微微鼓起 杨先生说 墙皮修复一下就好 最重要的还是卫生间 杨先生提出 如果邻居不肯翻新卫生间瓷砖 就一次性赔偿2000元 即使找到隔壁正在装修的这户人家 有装修工人在 对方表示 负责人不在 不方便多说 杨先生提供了隔壁业主的手机号码 我们也是正常装修嘛 不动就是不动沉重墙 动的东西都是省皮过的 他自己也说了 这个装修不是新装的 那个瓷砖本来就有老的裂缝 今天的裂纹呢 这个东西的确存在可能 就是说它原来有老的裂纹 再加上可能质量不是很好 是我们这个装修震动引起的 你说一定是怎么样的 也不好说 然后呢 之前社区里面呢 也找我去调解过一次 那我当时提出方案说 那你瓷砖裂了 那我们给你修补裂缝嘛 那他不同意 他要我们把整个卫生间的瓷砖给他换掉 全部做过 那这个是我觉得我是不能接受的 赔偿他500元 那他不同意 后来我觉得呢 那再协商一下 我给他加到800元 也不是说赔偿嘛 因为这个东西责任界定都不好说 杨先生的房子是三年前买的二手房 装修没有变过 他说之前只有镜子附近的瓷砖上 有两三厘米长的裂纹 隔壁业主表示 卧室裂缝会帮忙修复 至于卫生间这块 他愿意拿出800块钱 杨先生没有接受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第一个人 以前这块钱的裂纹 我会看他在一起 一路上 这块钱的裂纹